我们先开一个新的课 女性 想们呼应一下 讲温良共减绕 这个词有些人听过 是儒家的 为什么就按到女性身上 是要规范的吗 规范 其实也是让它更好 但是老说女性 男性 这个词啊 最早本来是 不分男女 而且偏重于男性 但这几个词拿出来 给人的感觉好像 总是柔了一点 那男性就不要 人以理直信呢 那同样可以 在大的方面 虚空 感觉更高大上 更有 包容天下的这个心 在外面做事 要人以理直信 也很难 你不要看好像少了一个字 这个好像是更难的 但是 小的事情 总体来说还是 很好做一些 那每个人都会做 那每个人都会做 所以女性 这反而是 好修 但是 好是好 有些是天生 就这样 你想变成这个样子 恐怕很难 但首先 你得懂这个道理 第二 再怎么样 你是女人吗 女人的功课你要修 慢慢练 那不行 不行下辈子了 怎么办 那很多人 学 它一定是有 进步 慢慢调整 怎么办呢 温 说 温良功奖上 那怎么第一个 排在温呢 其实不管古话怎么讲 我们 只要套的有道理 也许不是故意 那你就会听 你就是信主 那我就信羊 那就是这个道理 只要你说的 好 那也许还有更好的 但是暂时没有 我就听它了 温呢 我们会结合女性 就是温柔啊 温暖啊 也可以 那你现在有一个暖暖的心 但是我们更强调温柔 这个词 那后面是一个凉 但是凉怎么反而排在后面 凉就是好啊 那就是优啊 他不是说 那不如优 才叫凉 就是一个人 人品 你还可以这么想 良心 对吧 那温柔 那温柔反而排在前面 这个所谓的第一印象 那有些人说到这儿就会想一想了 然后你拿上一道菜来 中国讲究四个香味 那穷人家的 很多很踏实的 讲究实干 实用的 那你不管什么 我闭着眼睛 一样方式 没错 那你睁着眼睛 就是不一样 你这个观感 首先给人 感觉不一样 女性本来是主因柔的 走起路来 噩闹多姿 反正比男人好看吧 那么 你怎么样培养力 温柔的女人 她 不管是 品性良好也好 妩媚多姿 妖娆 整天不正经也好 你会发现她好像 运气很好 很招大家的 喜欢 包括这个外表的修饰 那她就是 第一印象 就是表面文章了 怎么办 所以你要 温柔 你可以讲 只要是雄性 激素 强的人 她都喜欢温柔 你说我就喜欢 你看 那你这个人说话 声音就像娘娘强 你不信拿出来看 那都是这样 她 她 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